5000英镑在英国换一套房你愿意吗 事是真的 听起来是不是像天上雕鸡饼的好事 英国有党综艺节目叫Homes Under the Hammer 里面有一期节目呀 地产投资人Jordan成功将苏格兰一座住不了人的房 改成了焕然一新的住宅 这套房子的起拍价只有5000镑 但Jordan最终以52,000镑的价格购得 成交价是原本估价的10倍 之后他又花费了约2万英镑进行了翻新 总投资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2000英镑 虽然房子改造后估价能达到8万5000镑 但是加上各种成本 Jordan抱怨赚不到什么钱 法拍房虽然便宜 但附加成本可不少 除了房贷 保险 围修外 还有请律师 请评估等等各种杂费 所以利润就没想象这么高了 而且法拍房的交易特殊 锤子一落你就不能反悔 大部分法拍房也无法申请到抵押贷款 所以买家必须有足够的现金 Jordan就曾经因为房产契约问题 无法申请贷款 导致财务压巨大 所以别被低价迷惑 法拍房背后的隐形问题 让很多经验丰富的本地老炮都不敢投 与其盲目出手 不如先搞清楚这些隐形的风险 做个明智的房东